诸位同学 请先看感应片第85节 慧怒师父 抵触父兄 这个两句 诸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诸与慢其心生有比 慢是轻慢 我们一般讲的 没有把师父看在眼里 所以慢是无故而慢之 这个地方慧怒师父 此诗因教之而慧怒之也 老师教训学生 学生不服 心里面慧怒 慧是心里面的憎恨 怒是表现在外面 古人似死之道 无犯无瘾 这四个词 是古时候 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 凡有所教 皆当虚心猴气 亦受之 猴可慧怒 慧怒之 彼是 不服 无服之人也 这个一段话 我们应当记住 现在 世风日下 思道 已经 不存在 不但 思道 没有了 实在说 孝道 也没有 今天的社会 我们普遍 可以看到 可以听到 儿女 不孝父 学生 不尽 思长 已经形成了 风起 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头 应该怎样去做 那就要问问我们自己 是不是想在道业上有成就 如果在道业上有成就 还是遵循古德的教会 如果不希望在道业上有成就 那就可以随顺事风 随着自己要有一个了断 我们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 老师的这辈教会 如果我们觉得 老师错了 古人有涵养着 他无犯无隐 那我们的涵养不够的 可以向老师请教 老师的这辈子 我犯的什么错 我自己觉得我没犯错 老师认为我犯错 错在哪里 可以请老师 讲清楚 讲明白 老师毕竟年岁比我们长 学识阅历比我们丰富 看问题比我们看得深 比我们看得远 这是实在的 有些时候 我们自以为是 是只看到目前 深远出看 这才知道有过失 这是往往我们自己不能理解 而怨恨老师 诸位要知道 你怨恨老师 老师会不会教你 绝定不会 老师对你很客气 不会再教到你 因为什么呢 你气太小了 你容纳不下 于是乎老师不教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 亲近李宾南老去死 追随他老人家的学生 很多 他对学生的教诲 有区别 能够接受 责备 真的是无犯无掩 老师对他责备教训就特别多 几乎常常见面 常常听老师的训斥 如果有一两次 表现不太愿意接受的样子 老师看出来了 从此以后不再说到 有过失也不说 为什么呢 不跟他戒怨 你常说他又不能接受 而且要有怨恨 这不就戒了怨仇了吗 随老师聪明 不跟人戒怨仇 你能接受的 我教你 这印光大师讲了 你一分沉浸 教你一分 两分沉浸 教你两分 你没有沉浸心 就不教了 上课 讲学 你在旁边旁听就好了 绝不把你当作教学的对象 那么由此可知 损失在那里 损失在自己 下一句 抵触父兄 这八个字 在佛法里面讲 是佛法的根本 佛法的教学 是从孝敬开始 你看 静夜三福 这读一下 第一句 孝养父母 奉寺四章 佛法从哪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佛法也是从这里圆满 成佛了 成佛是什么呢 孝勤尊师 达到旧敬 圆满 这称佛了 所以佛教 以此为实 还以此为宗 人家要问 佛教是什么 孝敬而已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等的 学佛学什么 就是学孝学尽 不孝不尽 无论他修什么法门 都不可能 有成就 这是我们 必须要懂得 千万不要认为 静夜三福 第一条四句 这个很浅 这是微不足道 那你就错了 一切诸佛如来 振得究竟圆满的果位 还是这四句 校养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大家常常看到 采化的佛像 佛的头部有圆光 圆光上面呢 常常写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 有用梵文写的 有用藏文写的 也有用中文写的 这三个字 是翁阿红 表示圆满了 什么圆满呢 翁是深夜圆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圆满了 二是口夜圆满 不忘语 不养舌 不握口 不欺 空时 一夜圆满 不贪 不沉 不吃 诸佛要晓得 这三个字 就是时善圆满 时善圆满的 这个人就叫佛陀 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看作小事呢 甚至于一般人看作这是小小界 小小界无所谓 不知道小小界的圆满是佛陀 是根啊 今天笑到 思到摔尾了 我们如果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想自利利他 从哪里做起呢 就从小界做起 做出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 你就是菩萨了 你就是在弘法力生 我们去访问 许哲修女 这是101岁的年轻人 我们在他住哲房间里面去看 他的房间干干净净 什么样摆设城市都没有 我只看到他桌子上一张照片 床头上一张照片 他母亲的照片 我们就晓得 她是孝女 自己101岁了 携姿抬床头 还不离开她的母亲 孝亲必定能尊师 孝亲尊师 必定能够有爱一切众生 菩萨了 真菩萨了 不是假菩萨 所以我说 敬业三福 三归无界是善 我们现在人要来平分 他得满分 他得一百分 他没有受过三归 没有受过五界 他全做到了 所以祝福菩萨 众神保佑他 这是四十 我们今天 一切作为 弘伐力生 我们这个小教室 为什么把老四照片都挂在这 韩广长照片也挂在这 知恩报恩 念念不忘 我们能够认识佛法 能够理解佛法 能够修学佛法 从哪里来的 老四指导的 我们今天能有这点成就 韩广长三十年 给我们修学的环境 老四 好比是 生我的父母 护法了 是养我的父母 老四能生 如果没有人护持 没有修学的环境 那还是恍然 还是一无所成 今天的社会 大家所见到的 忘恩负义 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 那一定要对阵下药 他忘恩负义 我们提倡知恩报告 他轻慢慧怒师父 我们对师父特别恭敬 他不孝父母 第一次孝父母 我们要特别做出 孝顺 给世间人看 这就是 世尊在经典上 常常叮咛我们的 受持读诵 为人引书 也是表演 说是解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看看古人 是怎样修学成就的 那些人 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典型 在世尊教学当中 他们为我们做证 是我们听到了 看到了 就能够断以身心 能够斤斤不屑 学业道义 自然就有成就了 古人所说的 父兄 无论之手 笑替人道之心 纵然 父母思长 不公平 有偏心 有偏爱 我们也决定 我们也决定 要合眼 月色 尘寺 受教 这自己得利了 这正是 英邦大师 所说的 一份沉浸 得一份利益 所以 无论 是处是法 以求学 能得多少利益 完全在 你对于老师的尊敬 决定是 成正比例的 绝对不可能 有一个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他会有成就的 注意翻开历史上去看 一个也找不到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深深反省了 住节里面 有不少的 小故事 这些小故事 都很能感动人 你不要把它看成 神话故事 那你自己就错了 这故事的头一条 讲明朝时候 王会道 我把这段文念一念 王会道 性隐悟 很聪明 书过目 这沉送 读书 一遍就能够背诵 天父号 八岁能闻 能闻就能写文章 八岁就能写文章 然是师父 在傲慢异常 烧佛义 在背诗 奴隶 你是骂 背后 背后骂老师 一日独作书斋 呼 喝钱 打哈欠 口中要出一鬼 这个哈欠一打的时候 口里头吐出一个鬼出来 这个鬼指着他说 如本大亏天下 这个大亏天下 在古时候 考的时候 种状元 状元叫大亏天下了 因如奴会师父 上帝消去路极 无业从此去 因为慧怒师父 上帝把他这个名字勾销了 这个鬼也走了 走了之后啊 寻犯固贫 茫然不是一字 在看书的时候 不但记不住了 连字都不认识了 大家念这一段 你把它当神话看 也可以 我们从这些地方 深深去翻起 这是反面的 后面还有几字 正面的 纵然 老师 多次的自备教诲 他还是 温和尘寿 这种人后来决定有成就 佛法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 人 不能孝顺父 绝对不会增进四掌 道业学业 当然就很难成就了 这是古今中外 在现前 诸位只要细心去观察 你就能明了啊 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 真实不实 我们应当虚心去学习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